第446集大圣观音红孩2023年12月28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我先说一下之前漏过的一个关键细节 猪八戒被吊的时候他咒骂妖怪 这里有一句话我没有解释 解开皮带放我出 这句话是直接对官员们说的 这个皮带就是许家印 这是说许家印被抓之后 他交代了大量犯罪罪行 这就是解开皮带了 关键是他一定会将自己背后的主子 以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大佬全说出来 这就是解开皮带 而这个时候猪八戒就挥舞钉爬去打妖怪了 你看啊 这就是神仙明确告诉了我们一个时间点 现在许家印已经被抓了 抓了好长时间了 那么什么时候他交代的差不多了 官员的行动也就可以更迅速更猛烈的展开了 大家懂了吧 七游记压缩进去大量现实 我有时候就写都不完 这是我昨天回头看那一集才发现的 这就是神仙将未来写在西游记中 然后将这本书放到明朝 再然后让我在现在这个时刻解读出来 而未来的结果那是绝不会改变 就是习主席开启了未来三千年东方大道 我也会将人间妖魔鬼怪彻底清扫一空 好了我们继续看今天的故事 孙悟空变成牛魔王来到火云洞 妖王就对孙悟空说 我昨天抓到了唐僧 昨天这两个字准确点出时间点 今天就算是十八大 那么昨天就是十八大之前 这是说的啊 邓小平在十八大之前已经把整个中国掌握在手心 人民变成了奴隶 被三座大山压迫 更关键的是 在思想领域 白皮和邓小平密切配合 将西方携身的思想监狱 笼罩在神州大地之上 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科技手段提高了 邓小平的欺骗手段更是水涨船高 我这么说吧 我们做个极端的比喻 你对比满清末年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不认字 所以那个鲁迅一骗一个准 他都骗不了老百姓 因为老百姓他都不认字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所以全体中国人要被欺骗 邓小平也做不到 因为人民没有被骗的渠道都不认字 可是到了十八大之前就完全不同了 你就看看 当时网上多少六贼 到现在也是 而且他们门类繁多 花样繁星 你要马列 他们就给你准备了一个张红良 你要国学 就有面条圣人郭继城 你要健康 有老骗子张志顺 你要修仙 还有个神棍齐善红 你要谈玄学 那还有个哲学小王子王德峰 一天到晚跟你大悲悯 看到了吧 这就是昨日抓了唐僧的含义 唐僧就是人民 十八大之前的人民 已经被愚蠢化完成了 其实就是等死了 等待那个疫情到来 如果没有习主席 那么过去的十年 其实我们就已经亡国了 大家可以想象 你回到三年疫情期间 甚至回到更从前点 我整个系列视频 对过去的方方面面 讲得非常详细了 他们一直在为辛亥革命 做准备 就是第二次辛亥革命 我们做个假设 我们假设 十八大时候 没有习主席 那么我们就看看 过去的社会现象 会导致什么 先说一样 精准扶贫就没有了 那么一大批赤贫的阶层 就被制造出来 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而这帮人 我们就说 算是中年阶层吧 因为他们是社会主力 他们吃不上饭 养不了家 他们就等着造反了 之后 还有网贷疯狂推行 年轻人 大部分都被高利贷俘虏 他们还没有踏入社会 就社会性死亡了 而马云马化腾 他们手下大量黑社会 这个时候疯狂逼债 那么年轻人 除了造反 也没有办法了 同时我再给你举个 特别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刚才说的 许家印 他欠债两万多亿 这里他就有 大量的烂尾楼 房子呢 是一个也没有啊 可是房贷你却不能不交 这是整个社会范围的 可不是他一家 好多家 那么房奴 不也就是等着造反吗 然后你再看 那个何炯 他能停止快乐大本营吗 根本不可能啊 如果没有习主席 那么湖南电视台啊 他会变本加厉 到时候他们会弄出真太监 都不用假太监了 真太监都给弄出来了 而且他们会 疯狂推崇这个真太监 那个社会上就娘炮横行 说这些真太监 我突然想起来谁了 就唱那个歌什么 叫李玉刚 你看他不就是奔着太监去了吗 他说为了变成女性啊 他把自己肋骨都砍掉两根 你说这还是人吗 砍掉自己两根肋骨 就为了装女人 就现在这个快乐大本营啊 都终止十年了吧 但是我儿子上班的地方 很多男人 就是他的同事啊 都是娘炮 你可以想一下啊 如果十八大时候 不是习主席上来 那么社会上 娘炮比例会大幅度上升 一边呢 是有力量的人 还有中年人呢 还有年轻人呢 特别造反 一边是娘炮横行 同时广东黑鬼翻倍的引进 那就不是好几千万了 估计上一头打不住 并且全国蔓延 你看山东大学 还有那北市大那帮人 不就是在玩命引入黑鬼吗 他们一个是给黑鬼配三个中国女人 一个是说 一年给黑鬼十万二十万 那都太少了 还得翻倍 你看这实在干嘛呀 就是在玩命引入黑鬼 还有呢 那个有一个叫引入外国人法案 那不就要通过了吗 这就是白皮精英啊 引入进来 他们顺利拿到了中国国籍 这时候就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东风是什么 就是三年疫情 我们就按照过去的剧本推演 2019年底啊 武汉疫情爆发 你注意啊 这时候就是李克强 这个死狗 完全掌握了国家 那么自然也就没有军队进入 武汉疫情会控制不住的 然后疫情迅速蔓延 这时候老狗钟南山疯狂宣传美国神药 那个美国的病毒猎手 那个人不就第一时间跑中国来了吗 那个老狗钟南山和病毒猎手啊 一唱一和玩双簧 宣传部 那宣传部不是阳王店吗 他们就这样推波助澜呢 说美国神药是唯一解药 这样的话 中国的钱就全买了美国假药了 这个不但不治病 而且国库被掏空了 此时疫情在疯狂蔓延啊 国家再想控制疫情 你都没钱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黑社会再来逼债 你的房贷 银行非要你还 等等等等 多管其下之下 那个李克强在疯狂的封城 封楼封小区 他不让人出门赚钱 他让你死 结果是什么呢 那结果人民 这么多人被压迫就受不了了 那自然就人民起来造反了 那么你说李克强怕造反吗 他当然不怕了 他就盼望人民造反呢 人民造谁的反 不是造他李克强的反 是造共产党的反 此时军队也不在人民手里 整个国家高层 都是邓小平的人 现在啊 我就不对老百姓说了 我就对官僚体系说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你们觉得 你们还会是中国官员吗 你们当然不是了 要知道啊 邓小平打造的那个奴隶国 是白皮做领导 黑鬼做打手 中国人做奴隶 你们这些官员 切好是要被邓小平疯狂杀死的人 你们连做奴隶都不可能 因为不杀光你们这个官僚体系啊 那个白皮黑鬼怎么接管这个国家呢 现在你们就看懂了吧 如果邓小平实现了目标 他第一个要杀的 就是你们这帮中国的官僚 如果没有习主席出现在十八大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已经亡国了 可是因为呢 习主席神仙下届 我们在二十大反败为胜 我们不但反败为胜 而且已经走过了反者道之中这一点 我们正在开启三千年东方大道 大家要知道啊 三年疫情啊 它是西方邪神最后一击了 因为他们发动了全球的 他们能控制的所有资源和力量 他们没有成功 那么他们也就短时间内 没有可能发起再一次如此规模的进攻了 所以呢 西方邪神直接关闭了西天门 因此人间的妖魔鬼怪才疯狂了 他们慌张了 他们害怕了 此时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大家就更好明白 邓小平 周恩来 叶剑英 陈云 许之友 是多么的慌张 我还得用我自己举例 我的视频呢 出了快一年了 四百多集了 到了这个时候 我相信全国有很大一部分人 相信我说的 尤其是官员 高级官员 很多人是完全相信我说的 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人 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 我就是一面旗帜 我一天天的出视频 就是给人民信心 同时我再说一下啊 尤其是未来 当我有了神通 我具体开始杀九转灵魂的时候 人民对我呢 就更如一个旗帜一样看待了 这就是神通的具体体现 可是如果有一天 我毫无理由的 不打招呼的 我不出视频了 我不说话了 那么人民的信心也会崩溃 我告诉大家啊 我绝不会这样的 大家不用担心 我就是做个比喻 其实大家只要把 刚才我说的啊 计划为达赖班禅 你就完全明白 九转灵魂的惊慌了 因为夺赦确实存在 邓小平 周恩来 这都是具体的例子 这就是说 达赖班禅在过去 一直在展示 西方邪神的神迹 他们一直帮人夺赦 可是现在 他们突然没有了这个本事 他们再也不能给人夺赦了 那么你想一下 邓小平 本来安排好的夺赦计划 本来在安排给这个 比如说朱镕基夺赦 结果达赖班禅说 不行我不会了 那你说怎么办 你明白了吧 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 是对九转灵魂的致命打击 他们信心全无了 他们知道天上神仙界 出现了桌网框 曾经给他们撑腰的 那军神仙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和我的视频出现在人间 所以邓小平 周恩来 他们当我出现的时候 尤其是140级之后 他们立刻就能确定我的身份 我就是他们的死神 来收割他们性命的 你说呀 他们能不惊慌失措 如热光上的蚂蚁吗 所以这就有了啊 我们看到的奇葩 奇怪现象 他们也不敢杀我 他们也没办法杀我 天上人间 我都会保护着 那么他们就拼命 以各种手段 阻止视频传播 前天呢 他们既然出动到了啊 中央电视台 这个级别的媒体了 这也就算到头了吧 邓小平啊 我问你啊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对付我 你是不是会亲自 跑到中央电视台 以邓小平的孙子身份 做个访谈节目 大谈特谈 邓小平的亲身经历 毕竟很多秘密 只有你知道 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你是不是 要这么再做个热点出来呢 其实你真没有必要啊 如此费劲 我告诉你一个啊 最牛逼的办法 你要先翻共产党领导 对吧 其实还有一招 你看啊 那个星红线 线红星 轰这个字 它就是火共 这就是火红的共产党 共产党 一直代表着革命 代表着先进 代表着未来 你要先翻共产党 你要让共产党代表啊 腐朽 代表落后 代表死亡 那么什么是死亡呢 你就是最佳的例子 很简单的 你直接现身说法 你就承认 你这个邓小平的孙子 你现在叫邓卓蒂 你说你就是邓小平本人 你夺赦了你这个孙子了 你就承认 达赖班禅 他们活了好几百年 他们帮你夺赦的 而且你还承认 你这样的人有许多 但是这个时候啊 我告诉你一个数字 你不能说呀 全国500多纠缠灵魂 你打个对值 你说全国有250个纠缠灵魂 比如你 邓小平 你夺赦成了谁 再比如叶剑英 夺赦了谁 陈云夺赦了谁 你都说出来 你就算不去中央电视台 你也做个视频 和我一样啊 私下传播 你把共产党 高层的九转灵魂 都交代出来 当然啊 这一定要包括你自己 否则别人不信 当你做了一个这样的视频 而且开始在民间流传 那么你控制着宣传渠道 几乎一瞬间 就可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人民会发现 共产党的高层 竟然有250个老妖怪 那么你看 这时候会怎么办呢 人民立刻就疯了 然后呢 社会就乱了 再然后 也许共产党的领导 就被你成功推翻了 对吧 我的计策 比你的那个垃圾计策呀 高明一万倍 但是我断定 你绝对不敢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你要这么做 必然先牺牲你自己 以及共产党内部的九转灵魂 而得力的是 没死的那些九转灵魂 你这个小矮子啊 死兔子啊 你哪有这样的牺牲精神呢 你连一百块钱都舍不得 你怎么会为同伙牺牲自己呢 所以啊 我跟你出的高明主意 你明知道高明 但是你绝对不敢用 你怕死 你不舍得死 相反的你还想活下去 可是呢 这个办法 既然我说出来了 那么就不是你死兔子一个人听到 五百多九转灵魂呢 他们都听到了 所以很可能 五百多九转灵魂会分成不同的集团 有的人会开始试图去进行我的计划 这些人也许会真的啊 把邓小平 周恩来 叶剑英 陈云 许是有这样的九转灵魂都丢出来 因为啊 中固委两百多人啊 现在人民是清楚的 那都有名单 可是三千年周千子时代 两百八十五个九转灵魂 大部分是没有暴露的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们是可以藏起来的 所以啊 你们可以把邓小平这一批人全丢出来 这就制造了啊 巨大的社会风暴 邓小平你看看 我的办法如何 这个计划是针对九转灵魂来说 唯一保命之道 死一半九转灵魂 也许另一半能活下来 只要你们能制造出社会的巨大混乱 我想呢 也许有的九转灵魂真的会拼死一搏 如果不搏一下 那么你们都会按部就班的死在我手里 搏一下 也许你们还有机会 死兔子邓小平 老太监周恩来 你们怕了吗 你们很可能会被同伙出卖啊 他们会丢你出来啊 让你们两个都丢出来 你们那帮中古伟都给丢出来 他们让你们死 带来社会混乱 最终他们乱中取栗 好活下来 你要知道啊 九转灵魂都活了好几百年了 尤其那二百八十五个老妖怪 他们为了活下去 会不择手段的 死兔子邓小平 你是不是更加害怕了 你个怂逼啊 如果你还是男人 你就直接蹦出来说 我就是邓小平 我就夺手了 我孙子 你就这样告诉天下人 你以你的死 去换取同伙的活 去做吧 我昨天看了一下啊 深宫报的资料 深宫报所有情况 都是风神演义 这本小说提供的 按照风神演义来说 深宫报特别会忽悠人 你站在敌人的立场 这当然是贬义词了 可是你调转立场 那么深宫报的能忽悠 就是特别能宣传 它让许多许多的人 改变了阵营 站在了自己的一方 那么你看看啊 我现在做的事 是不是和深宫报 一模一样 对吧 就是一模一样 官僚集团 本来是你们的打手 你们的马仔 可是很多人 看了我的视频 开始觉醒 开始转换了立场 按你说法 我不就是忽悠起来没完吗 还有啊 深宫报有个法宝 叫做开天猪 你看开天两个字 不就是通天大道吗 我的视频呢 就是让中国人觉醒 就是引领中国人民 在习主席新时代 在未来三千年 一直践行东方大道 最终回到东方神仙界 这就是我的开天猪 我的视频就是开天猪 这就是我的法宝 我还有个法宝 是一把剑 你看西游记中也记录了啊 魏征杀金河龙王 用的就是会剑 我现在呢 还没有这把剑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杀你 但是很快当我有了神通 我就有了这把会剑 那个时候啊 你的死期就到了啊 今天都12月28号了 这一年可就马上过完了 2024年正在来临 你看啊 这里又是二又是四 二就是夺射 两世为人 四就是死亡 你们这帮九转灵魂 就从2024年 开始被我一一处死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告诉所有九转灵魂啊 我既然给你们出了这个主意 我就是一点也不担心 我做视频时候 就是神仙在说话 神仙说的话 都是早就安排好的 所以呢 即便你们这么做 你们依然会死在我手里 你们的目的还是无法实现 那样 你们会死得更快 更迅速 因为你们暴露的更彻底 但是我想啊 你们也许会试试 你们也许会丢出 蠢货邓小平 丢出中顾伟那帮人 来换取剩下九转灵魂的活路 如果你们这么做 我也挡不住 你们就随便吧 看看到时候 我能不能杀死你们 你们就好好等着吧 紫兔子邓小平啊 你一辈子就是个下三滥 你对谁呀 都用下三滥手段 那么你看我这个计划 比你的下三滥手段如何 是不是高明万倍啊 而且你感觉 这个计划 是不是也有点本质上 和你一样的下三滥 对吧 这就是不同神仙 不同性格了 毛主席不屑于 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你 但是我无所谓啊 我就是个底层老百姓啊 对不对 不能只允许你下三滥 而且你还霸占了 全部的宣传渠道 却不允许我反击 天下都没有这个道理 紫兔子邓小平啊 你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计划吧 时间不多了 我套用网上 曾经流行的一句话 送给你 你这一辈子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你肯定没有 但是眼下就有个机会 你呀 邓小平 可以用你唯一的一次拼命 换取别的九转灵魂 活下去 此兔子邓小平 勇敢一回吧 别一辈子做兔子了 还有啊 既然我给九转灵魂 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那我就再给大汉间一条出路 你们其实都知道啊 谁是九转灵魂的 如果你们肯自首 你们肯揭露他们 你们会获得啊 更多优待 坦白从宽啊 九转灵魂 反正早晚都会死在我手里 既然如此 你们干嘛 不废物利用一下呢 这也是你们的机会了啊 好了 就不说这个了啊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故事 你看孙悟空说 我的贤狼 这俩字也有含义啊 邓小平他本名啊 邓西贤 这就是贤狼 其实前面还有个贤值 我们解释啊 那也是点出邓小平的名字 邓西贤 同时这个贤狼 也有仙狼的意思 因为这帮九转灵魂啊 他们不死啊 你从凡人角度来说 他们也有点半仙的意思了 孙悟空对妖怪说的话 其实就是齐义主席 对邓小平为代表的 九转灵魂说的话 我就都 我不都翻译了啊 我们就看这一句啊 把金箍棒 向山腰里面 朔个窟窿 山就倒了 这句话含义深刻 而且说的非常直接 我们把中国看成大山 那么你看 我们社会的组织结构 其实是凡人完全想不到的 山脚是老百姓 是人民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山腰是什么呢 就是官僚体系 山头呢 我们以为是党中央 是习主席 大家都这么认为 这也不能说错 但是他不是特别客观 我们国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就是说 理论上 甚至实际上 掌握国家的 应该是那三千个 全国人大代表 我昨天经过思考 发现这个 全国人大代表啊 才是 油转灵魂最好的藏身所在 因为人大掌握立法权 他们还有免死金牌 就是人大代表犯罪 好像很难抓 要先去掉 他们的人大代表身份 所以邓小平时代 你就看报出来的新闻 大量黑社会头子 他们的身份 是人大代表 你从全国来说 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身份 是九转灵魂 最好的掩护 而且是免死金牌 他们都想要 他们适时霸占了 中国最高层 你回忆保林次的故事 那个妖怪 他变成了唐僧的无恙 然后他突然离开唐僧 跑到金鸾殿上 坐了龙椅 对吧 那么之后 是神仙把他赶跑的 对不对 那么你说这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 因为这帮人大代表 全变成那个 全是九转灵魂吗 那我就直接说了吧 这就是九转灵魂 成为了人大代表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 我还以为是一两个呢 因为我不接触体制 我总感觉啊 明面上的高官 那才是真正的有权利 现在我想了想 我发现啊 人大才是最好的 九转灵魂藏身所在 因此 三千人大代表 这里肯定藏了大部分 甚至全部九转灵魂 我们假设啊 五百九转灵魂都在这里 那么他们每一个人 再带两三个核心马载 那么你看啊 这就两千多人大代表了 基本就奔三千去了 这就都是啊 九转灵魂和提卡寒奸了 剩下的好人寥寥无几 所以我们国家真的就是啊 妖怪和汉奸掌权 为什么习主席现在还没有办法 彻底抓起来 全部九转灵魂 就是因为啊 他们很多人都是人大代表啊 就这张皮难动啊 那么你说这情况怎么办 这就是山顶动不了 那就动山腰 因此金箍棒是直接 朔到山腰 你就看这个字 用的是朔 这就是溯源的意思 就是我的一系列视频 现在大家就更加看清楚了吧 山腰 它是联系山脚和山顶的 关键中间环节 所以我的视频 其实主要是给官员看的 你们看了我的视频 不但明白了世界真相 更关键的是啊 你们知道了自己的使命 你们就是起来推翻 妖魔鬼怪统治的 当你们都觉醒了 你们成为了干部 那么你看啊 山腰开始发力 那么山顶那帮妖怪 真的就坐不住了 他们能有那么大的权利 是依靠山腰的官僚体系啊 此时你再想一下啊 郑小兵这帮妖怪 他们坐在山顶 他们什么目的啊 你以为他们对你好吗 我前面刚说了 他们要引入白皮黑鬼 他们杀的 就是你们这帮官僚体系 就是你们这帮啊 具体的官员 不杀光你们这帮官员 那个白皮黑鬼 怎么取代你们管理国家呢 所以啊 邓小兵杀的就是你们 你们现在还不醒悟吗 所以呢 这也就是五年大方府的目的 就是让山腰改变立场 要官员成长为干部 你看啊 孙悟空说到 金箍棒捅到山腰 这座山就被拿走了 这就是说啊 官员觉醒之后 其实国家就彻底改换了路线 从向西改为向东了 最后那句话你看啊 孙悟空对妖怪说 你何处安身 看到了吧 这就是说的啊 一旦官员觉醒 那么人间妖魔鬼怪 彻底死亡 而这也就是 我前面一直说的 中国是一棵大树 现在树根 已经被东方神仙掌握 官僚体系就是树干 是接下来的树枝 现在要改变的 要改造的 就是你们 而不是树叶 对你们的改造 是全范围的啊 物质领域看得到的 就是人间五年大繁复 而思想领域 这个怎么说呢 不太好形象的看到 那就是我的一系列视频 而最终结果 就是我开头解释的啊 猪宝剑那句话 皮带解开 猪宝剑 拿起钉耙 就打妖怪 你看啊 西游记视频是多么神奇 我本来以为 那段话是我漏过了解释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那句话 其实是 要我在这个 在这里这一集解释的 否则我当时就应该看懂 而不是到了这一集 那句话 就是为这一集准备的 现在呢 许家燕已经被抓了 而且他已经交代出来 一大堆高级官员 甚至到了啊 二十大之前的 政治局级别 那么当一切 开始正式披露的时候 觉醒的官员 也就会主动行动起来了 这一天很快的啊 五年大繁复 其实都很快 现在都过去一年了 这都不知不觉 好了 这段话我就翻译完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故事 妖怪听到孙悟空这番话 他自然不服气啊 他说呀 父王 你不要长他人志气 免孩儿威风 这个地方妖怪 不只是说邓小兵 而是涵盖了 历朝历代所有汉奸 而父王 他是代表了 历朝历代所有外敌 这就是说的啊 汉奸任贼做父 这其实是汉奸的字数啊 也是他们的罪证 我以满清来举例啊 当时中国人呢 以为是我们落后了 我们既不如人 所以我们就失败了 其实本质根本不是如此啊 历朝历代 外敌都不可能打赢我们 满清时候白皮也不能 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白皮赢了呢 因为满清的高层都是汉奸 慈禧太后就是最成功的汉奸 其实他就是周恩来 这也是万无一马 周恩来装作人民好总理 结果周恩来一再试图杀光所有中国革命者 远的八一南昌起义 之后苏区夺权 带红军送死 再近点抗美援朝 美国人就是周恩来请来的 再近点计划生育 这就是周恩来1973年搞出来的 而后来是邓小平啊 疯狂执行 他把这个给发扬光大了 慈禧太后 他当时签那个卖国条约 跟那擦屁股纸一张一张的随便签 他就是周恩来 没有汉奸在内部作乱 任何外敌都不足为惧 因此妖怪不服气 他就是汉奸的 这就是邓小平不服气啊 他对美国人说 你别怕中国的革命者啊 他们没本事不能成事 之后呢 红孩就讲述了一遍 过去和孙悟空的交战过程 这个就不用解读了 但是这里有一句话 含义是深刻的 妖怪说呀 孙悟空有三兄弟 他们带领唐僧 到了我半山中 这说的就是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就是孙悟空 猪八戒是毛主席的共产党 是红军 是志愿军 是解放军 杀和尚是东方神仙 暗中保护 唐僧就是人民 半山说的就是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如果能顺利搞出芯片 那么可能毛主席时代 我们就来到了山顶了 但是结果 毛主席的新中国 被邓小平埋葬了 毛主席的新片 被邓小平全送给了白皮 因此 你从万年历史观来看 毛主席时代的人民 非常可惜的 就是停在了半山腰 他这不能停啊 结果邓小平上来 他就把人民圈给按下去了 一直按到山脚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是把中国人民 其实从半山腰 直接打落山脚下 此时的红孩 得意洋洋的说起这件事 这就是邓小平臭不要脸 对白皮表公 而且你看后面的句话 他说孙悟空啊 慌忙的将包袱都丢下就走了 这是说到了 包括十八大时候 邓小平时代 包袱就是皇帝证 邓小平一上来 东方神仙 认可的皇帝证就丢了 到了十八大时候 皇帝证也没有彻底拿回来 所以邓小平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习主席带来的下一个科技时代 他就要重施故技啊 就把这个啊 下一个科技时代送给美国 这就是红孩请来牛魔王的本质含义 孙悟空就笑了 这段文字就都是啊 齐主席和邓小平的对话 我就直接翻译吧 齐主席对邓小平说啊 你以为你赢了 可是你不知道 革命者就是孙悟空 他们有七十二般变化 中国人民中总有革命者出现 你是杀不完的 邓小平说 不用怕 革命者我都认识 来一个杀一个 出现一个我就杀一个 革命者呀 绝对不能掌握中国的权力 就是他们永远不能发现我 不能代替我 齐主席就说 我的儿 这地方就是 齐主席代表全国人民说的啊 你看这个地方 我的儿 这不就是直接说的邓小平吗 这个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不行了 这地方我就要歇息一下了啊 我必须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邓小平的丑陋真面目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是邓小平为英国陪格曼出版公司 出版的邓小平的文集 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 也是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肺腑之言 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是真挚深沉博大的 邓小平常说 管大事的人 考虑任何问题 都要着眼于长远 长远就是未来 未来属于下一代 你能够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你喜欢小动物吗 非常喜欢 真的我也很喜欢 喜欢他什么程度 真的我跟你说 顿不能少 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死兔子老汉奸 九转灵魂邓小平 你对孩子的喜爱 是真正的发自内心 但是顿顿不能少 要不怎么那么多练模式的 而且就在中国国土之上 估计广州最多 四川也少不了 我感觉我活在北京 可能幸运一些 毕竟这里是北京 邓小平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 虽然我是河北人 却是在北京出生 而且在北京长大 我小时候一直就在北京 我在河北时间很短 就是中学六年 剩下时间我都在北京 而且我后来不怎么出门 一直在家里打游戏 后来就写小说了 原来是神仙怕我 被邓小平抓去吃了 好了 我们认识清楚了 人民的好儿子 邓小平 下三滥的真面目 我们继续看下面情节 习主席对邓小平说 你虽然认识过去的革命者 但是新的革命者不同 你认识的过去的人 是毛主席 江青 林彪 这样的人 他们位高权重 现在新的革命者不同了 是出现在基层 甚至老百姓之中 你不熟悉 认识不出来 那么你怎么办 邓小平说 这不用怕 没什么可怕的 我在全国各个层面 设置了关卡 每一个关卡 我都有四五个小妖怪 把守 革命者进不来 这地方我说的具体点 我们看成官僚体系 这是说 邓小平把持了官僚体系的 方方面面 真正的革命者 你别想升官 所以你说为什么过去那个官僚体系 整体是邓小平的大手 就是因为他在关键位置放的全是汉奸 就那个苏绍林肯定是这个大汉奸的 你就等死吧 你还不自首 你看 我就不知道你等到什么时候 你是等到你全家都死在我手里吗 你就等着吧 习主席就说呀 邓小平你不知道啊 革命者会变成啊 苍蝇 蚊子 蜜蜂 蝴蝶 蝴蝶和脚料虫等等 也会变成我的模样 这个时候啊 孙悟空是牛猫王的样子 这地方含义特别丰富 其实说起来呢 就太多了 我也说不完呢 我大概说一下啊 这里说的是啊 习主席的各种斗争策略 苍蝇 蝴蝶 脚料虫等等啊 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啊 国内的斗争 这个不多说了啊 我单说一个 变成我的模样 这个含义特别有趣 这是说的啊 邓小平贵败一切白皮黑鬼 所以习主席就利用了这一点 我举个例子啊 只是我的想象啊 就是啊 习主席可以派人 在国外以白皮身份 开一个公司 然后以外资模样杀进中国 邓小平 李克强 不知道底细 还以为这也是白皮的公司呢 他就给优待了 大家懂了吧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具体的经济生活情况 我只是凭借我的想象说的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好了 这里总体是说 习主席以各种邓小平 完全想不到的手段 和邓小平斗争 最终 习主席彻底打败了 这个根深蒂固三千年的 邪恶九转灵魂集团 此时呢 邓小平自然不懂得这些 他说呀 不要怕 我很牛逼 没人能推翻我 大家懂了吧 你就看看这个死作的邓小平 你看看他说的话 我特别喜欢小孩子 喜欢到什么程度 顿顿不能少 他是天天吃人参果 我现在看到 这个邓小平 抱着他孙子的一个照片 我都替他孙子感觉到恐惧 这个所谓的爷爷 无时无刻 不再触心积虑的 要杀死这个 他的亲孙子 就这个小孩 你再看看啊 邓小平抚摸那些 小孩子的照片和视频 你会感觉更加恐怖 这个就是和我们 去菜市场挑选 鸡鸭鱼肉一样的 邓小平在给自己 挑选食材呀 练模式 就是邓小平的厨房啊 他一日三餐 吃的是童男女呀 这个死兔子 你真是让我 又厌恶又愤怒 你就这个下三滥呢 你到了现在 还不收手 你还敢和东方神仙作对 我可没有毛主席 那种高雅的斗争手段 我不会呀 我有的是比你更狠 更残酷的报复行动 你要知道啊 我对你的一切惩罚 都发生在精神层面 或者说灵魂层面 你会经过人间所有酷刑 这个穿汤葫芦 只是开胃菜 你看我写了那么多小说 那是神仙在培养我的想象能力 我会把一切都用在你身上 我会把你用在呀 孩子们身上的折磨 千百倍的还给你 你这个下三滥的玩意儿 你就给我去死吧 你赶紧自杀 省得我脏了我自己的手 你到了地府 我一样能杀你 我还能杀你 我不怕你自杀 好了 不说这个下三滥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故事 妖怪非要孙悟空吃唐僧 孙悟空就说 我今天不吃 妖怪问为什么不吃 孙悟空说 我吃斋 妖怪问你吃什么斋 孙悟空就说了一番话 他说呀 我吃雷斋 一个月只吃四天 这地方是什么含义呢 吃斋就是不吃人 就是不剥削压迫人民 一个月三十天 这代表了周天子三千年 这整个漫长的历史啊 我们只有四个历史时期 不是汉奸当道 其余的时候都是汉奸当道 是哪四个时期呢 这就是秦始皇 汉武帝 朱元璋 毛主席 这是十八大之前 此时的事情啊 说的都是十八大之前 而雷斋 是说这个时间段 是来自天上的东方神仙 掌握人间 所以呢 就这四个时间段 人间是光明的 妖怪不知道啊 他就问 具体你说一下 是哪四天 孙悟空就说 三心逢初六 这地方先说了一个时间点 就是1936年 这个时候 红军长征结束 毛主席来到了延安 我前面就说了啊 当毛主席建立延安革命 根据地的时候 西方协神就认输了 所以新中国 我们都可以从1936年开始算 但是这个时候 是三心 这是说啊 毛主席那个新中国 一开始内部就是三心二意 集团是各种分裂呀 我具体给你举例啊 我们都不说毛主席 是神仙这个事 我们单纯看人间 毛主席 林彪 江青 是纯粹的革命者 他们是一个集团 周恩来 刘少奇 陈云 邓小平 这是铁杆 汉奸 他们是另一个集团 剩下的是刘伯成为代表的 所谓本土派了 他们不卖国 但是他们没有林彪 江青 那么高的革命觉悟 他们是一个集团 这就是三心 大家懂了吧 大家懂了这个 你就要明白啊 神仙特意说三心的意思 那就是说 毛主席失败 他就失败在国内 尤其是高层 汉奸太多 而且本土派呀 也和人民不能融为一体 纯粹的革命者太少了 所以呢 到了习主席时代 尤其是二十大之后 这个关键的五年大反腐期间 这个五年大反腐 目的是什么 又是彻底清除三心 未来的三千年 是万众一心 怎么可能还有三心呢 未来不但汉奸 是绝对不能存在的了 就是类似刘伯成这样的 本土派 他们也不能存在 每一个人 不论你是多大的干部 多高的党员 你都必须是 河流中的一滴水 你不能是一个独立的山头 这就是啊 从此以后一心一意 只有这样 才能有光明灿烂的 未来三千年东方大道 而这也就是啊 雷斋的另一个含义 雷斋是累积的债务 是债务就要偿还 三千年周天子时代 累积了大量汉奸 他们就是九转灵魂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 被教育过来的 所以他们都得死 那么他们怎么死呢 就是都死在我手里 而我代表东方神仙 来惩罚他们 这就是来自天上的惩罚 这就是天雷滚滚 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感觉也是挺逗的啊 你看啊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真正去杀 救赚灵魂 但是我的一系列视频呢 对所有中国人来说 那都是啊 天雷滚滚啊 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 三观被震得稀碎啊 完全被震傻了 没有了思考能力 这就是天雷滚滚 大家懂了吧 其实我感觉啊 这个西游记视频 或者西游记这本小说吧 我经常在其中自嘲 就是自己拿自己开玩笑 你看啊 我说沙和尚拿着方便吊筒 那其实真的就有一个马桶的意思 这就是下水道 我来人间 就是疏通人间下水道的 九转灵魂 他们其实都躲在下水道里面 你在房间里面 表面上 地面上 墙壁上 你根本看不到他们 因此我就是一个啊 淘大粪的工人 我就是来人间淘大粪的 说到这里啊 我更感觉神仙一直跟我 个人开玩笑 其实我就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吧 因为我小时候啊 特别爱干净 有一点脏的我都受不了 结果我的使命呢 竟然是来人间淘大粪 郑小平啊 周恩来啊 这帮人都是人间大粪呢 包括那鲁迅也是啊 没人能处理他们 所以只能是我呀 来当淘粪工人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再看后面文字 今朝是新有日 这就是说的啊 新有年 新有年是哪一年呢 这是1981年 1981年是新有年 孙悟工说 今天当吃斋 而且有不惠客 大家想一下啊 1981年的后一年 是什么 就是1982年 这一年 刘伯承被彻底解除了 一切权利 那么就本土派就消失了 1982年 邓小平拿到了全部权利 因此 1981年 他还不能出卖国家 这就是今日当吃斋 不惠客 这地方也有两个含义 这个有我们都知道的啊 就是1982年之前 因为有刘伯承的存在 所以邓小平没有办法 明着勾结白皮 这就是不惠客 白皮就是客人 同时这还有另一个 隐藏的深刻含义 这就是说的啊 1982年 中古委成立 这个就是九转灵魂大名单 可是谁能进这个名单 那不是要他们关起门来 秘密讨论吗 因此 能进入这个门的 都是自己人 外人进不来 这就是不惠客 大家懂了吧 他们背着刘伯承 干的这么一切事 孙悟空说啊 且等明日再吃 明日那就是1982年了 这时候呢 邓小平就夺去了 全部权利了 那么瓜分国家呀 出卖国家 就正式开始顺利成章了 中国也就正式进入了 邓小平时代 也就是啊 伟大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死兔子邓小平 以伟大的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形象啊 一下就蹦出来了 他就站在主席台上 当然蹦上你也可以啊 他趾高气昂的问天下人 你们这帮人呢 现在谁还敢说 我是搓地钉 你们说一个字看看 我杀了你们 死兔子邓小平啊 我现在就说你是搓地钉 小矮子 老玻璃 卖屁股的 你来打我呀 我就在北京 你开动你的压箱底人马 来杀我吧 我哪都不去 我就在家里等着你 你在中央电视台 用AI模仿我的声音 有屁用啊 又不耽误我吃 又不耽误我喝 也不耽误我抽烟 你要杀了我 才能彻底终止我的行动 我给你机会 我都不跑 我就在北京 其实我也没地方去呀 我就这么一个家呀 我也没有钱去买别的房子 你看啊 北京市乔牌协会 就在朝阳区 东三环 北路 28号 博治大厦 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地方距离我真不远 你走三环 或者走四环 都能到我家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的马仔造谣说 我不在国内 我明确告诉所有人 我就在中国 就在北京 死兔子 邓小平 你也在北京 当然你现在是不是 还有自由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啊 如果你一有自由 你就出来吧 反正我都说明白了 我身份也不是秘密 对你来说 我的地址都不是秘密 我还告诉你啊 我从做视频开始啊 我就没怕死过 我早有为国家牺牲的觉悟 只是没想到啊 后来我的身份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还有 这么重要的 和伟大的使命 好了 我那就不扯平了啊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